首先看一下是四根管子 然后是两根长两根短 然后是这个墨泵上面有箭头 一个是朝下的一个是朝上的 朝下的是接短的管子是进墨管 这个进墨管短的到时候接到机器上面的墨水进来的管子 然后箭头朝上的这个两边是接出墨管 所以是连接长的管子 我给长这两根长的长的到时候接上机器里面的出墨管 短的两根就接上机器的进墨管 可以根据这个箭头 这个往下的是进墨 往上的是出墨 这样子来看 这一根长的管子